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职天下》第1183集 由于阳为您播讲 虽然是纯粹从利益出发 自古以来投笑乱臣贼子的如臣还少了吗 苏宋放不下道理 又不想留污名于轻视 如果没有合理的理由说服他 他绝对不会做出悖逆之事 但理由或者说借口 诸如此类的东西 韩刚的确有 三更天的时候 苏宋自韩家告辞返家 韩刚带着微笑送了他出门 站在门前望着苏宋车马遥遥远去 消失在街口 韩刚这才返回了家中 官人 王乙披着一件单薄的被子就出来了 苏平章走了 走了 韩刚点了点头又问 怎么还没睡啊 都没睡 王乙叹了一声 哪里能睡得着 不用担心 苏子荣还能有什么想法 就是不放心 跟他交了个底 也就安心了 日后不会有什么变故吧 王乙依然忧心忡忡 让你担心了 韩刚 原本王乙 总以为自家的丈夫胸有成竹 全力相助太后 压制天子 是因为看透了皇帝兽数不勇的缘故 没想到太后会比皇帝先倒下 任何一位皇帝在掌权后都不会容忍弑负的罪名夹在自己头上 一旦赵旭亲政 相家要倒台 指证 赵旭之过的韩刚 同样要倒台 到时候罪名返家于己身 即使宰相之尊 也免不了抄家灭族的结局 比起什么造反 谋逆的罪名 王乙更希望自家能够安安稳稳 以现在的局势 只是为了全家上下的性命安危 他也希望韩刚能够奋力相争 与韩刚一起回到政院内 王乙问道 苏平章已经答应会支持官人了 苏子荣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 既然应下了 就不会再多声变故 何况在格务上的多年心血 他又怎么可能割舍得下呀 今夜的一番啃谈 韩刚的谋划得到了苏宋的认可 接下来就可以按部就班的去施行了 自始至终 韩刚都没有担心过苏宋 会站在天子的一边 能大张旗鼓的登门造访 苏宋会站在哪一边 其实不问可知 赵旭那个模样 也完全不是能够激发起 臣子忠诚心的地化 这些年更没有做出什么 让臣民安心的举动 比寻常朝臣更多一份责任心的苏宋 并不愿意看到自己 偶心沥血才得来的大好局面就此沦丧 更重要的 在主持自然期刊的过程中 他已经成为了气学格物一派的中流砥柱 与韩刚并称于世 如果韩刚倒台 气学必然无法幸免 所有与格物有关的研究 都会成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泛尽之物 所以比起张纯 韩刚才更不担心苏宋的倾向 除非他想自身的心血尽数化为尘土 否则只有站在韩刚的一边 但苏宋需要韩刚更进一步的说明 到底怎么 到了他这个年纪 对青史上留下个名声 就越发的看重了 从苏宋离开时的反应来看 他应该是比较满意的 撰写青史的是世人 是赢家 只要保证成为赢家 收拢住世人 这名声上的问题 也没什么要多费心思的 有了苏子荣全力相助 又有张子厚联手 这一局 为夫已经赢了大半 韩刚轻轻抚着妻子的后背 宽厚的掌心传来的温暖 让王已更加安心 韩刚仰起头 眼神闪烁 他隐瞒了许多没有说出口 这种断头买卖 又怎么可能只靠三个人就能够成功 他还有许多准备 但眼下就没有必要拿出来吓唬妻儿了 张纯今夜镇守在中书门下 他没有躲进房内避寒 反而让人搬了桌椅到院中 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 两旁火炉熊熊 身上又披了一件厚棉袍 春寒到了他的身边 立刻就化成了春风 半点也不见冷 张纯身上的棉袍 有着被子一样的对筋 连着两条窄袖 里面塞了厚厚的棉花 金口到衣领 一圈厚实的胡皮 脖颈上半点不露锋 两侧还有两个斜叉的口袋 窄袖不方便龙手 有了口袋就可以 对筋上有扣子 穿起来后将全身都裹住 只留了半截小腿没遮住 这是关西如今正流行的东服 还有一种多了一个 如斗篷一样的特制兜帽 可以将耳朵和口鼻都裹起来 今年流传到京师 官宦人家很多都让人裁了一套 张纯家里也给他做了一件 虽说看起来臃肿了一些 可比起过去的东服 都要保暖得多 两边是烧得正放的火炉 炉子上还热着酒 张纯一边翻看着奏章 一边随手品着热酒 悠闲的仿佛在度假 职守在中书中的官吏们 对张纯这等天塌不惊的镇定 静服不已 但张纯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不管别人怎么看 他现在的心里面 还是十五个水桶 七上八下 就算是当年领军在外 面对敌军的千军万马 他都没有现在这般不安过 张纯狠狠地灌下了一杯热酒 强压着心中的浮躁和不安 猛然间又想起韩刚书里面的一句话 江湖越老胆子越小 出现在酒欲中的这一句 现在看来当真是至理名言呢 真不知道韩刚昨天夜里 怎么能安心地坐镇在这里 张纯之前还听人说 韩刚在屋子里甚至还小睡了一阵 如果真是如此 这等胆破实在是可敬可悲啊 不过张纯觉得 韩刚昨夜多半还是跟自己一样 外面看着淡淡定定 心里面还不知道怎么打着鼓呢 刚刚将一个举荐人才的奏书 批复下去 就有一名堂后官 巧步走过来 他是张纯安排在中书门下的亲信 来到张纯身边 在张纯耳畔低声说道 相公 外面有消息传进来了 什么事 张纯放下了手中的奏章 但依然懒洋洋地靠坐在堂椅上 是苏平章和韩相公的消息 那人声音压得更低了一点 仿才得报 说是二更天时 苏平章去了韩相公的府上 过来报信的时候 苏平章还没有从韩相公府上出来 张纯什么反应都没有 连脸色都没有变一下 好像完全没有听到一般 相公 那名堂后官 小心翼翼地提醒着张纯 张纯有了一点反应 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眼睛瞥了过去 是苏子荣去了韩玉坤的府上 不是韩玉坤到苏子荣的府上拜访 是苏平章去拜访了韩相公 唐后官低声道 小人也觉得不对 特意多问了一句 好了 我知道了 做得不错 张纯脸色不动 更加懒带 只将手轻轻一摆 让人下去了 等院中只剩他一个人 张纯脸上淡漠的表情 立刻就换成了兴奋 狠狠地将一杯酒 都灌进了口中 被呛了一下 猛地咳了几声 一团红蕴浮现在脸颊上 这是天大的好消息 苏颂在夜里去了韩刚的府上 而且是大张旗鼓的前去 这就意味着苏颂是摆明了 站在韩刚的一边 苏颂不可能不明白 韩刚和自己想要做什么 但他还是选择了支持 而不是反对 三位宰相 至此已是明确地统一了立场 这一下子朝堂之上 想必有许多人 夜不能寐了 这还是刚刚开始 就已经有了三名宰相的通力合作 接下来韩刚那边的力量 加上自己这边的势力 至少能让梁府中的所有宰职 都不会出头来反对 而绝大多数义政重臣 即使不能共襄胜举 也不会跳出来反对 尽管他们的立场并不稳固 其中很多人会随着局势的变化而改变立场 但张纯现在并不担心 因为不论天子想要做什么 终归比不上他和韩刚多年的准备 张纯得意地把玩着酒杯 拿着温润的黑瓷 映着天上盈盈的月光 区区黄口小儿 毫无恩德于臣子 手上连人都没有 只有一个名为皇帝的名分 又能做得了什么事 掀得起什么样的浪 万事开头难 现在可是起了一个好头 得意了片刻 张纯收敛了心中的兴奋 现在还不是得意忘形的时候 让执手的唐历看见了 也是一件丢脸的事 把酒杯放下 刚刚拿起另一份奏章 那名亲信的唐后官就又巧步走过来 相公 宫里面派人来了 说是要见相公 张纯一下子坐直了身子 肃容沉生 让他进来 来报信的是个生面孔的那事 有些年纪了 但身上的肤色还是未入流 来到张纯的面前 一板一眼的行李 丝毫也没有减省 张纯皱眉看着他 就听了他说道 相公 太后醒了 太后醒了 张纯慢慢地重复着 据为语调带着疑问的上题 之前太后就醒过一回 喝了药就睡下去了 现在醒了 跟之前有没有区别 说话间张纯都没有对带来皇帝口语的天使 表示一心半点的尊重 甚至都没有起身 就坐着问话 但那位内侍完全视而不见 低头说着 太后醒了 太后醒了 也能吩咐话了 还跟官家说了几句 官家知道相公们担心太后 就让小人来通知相公 可以进来探问 这是要招宰相 夜中进宫 黄口小儿竟然如此有胆气 怎么一点都不像太宗的后人 张纯心中思绪快如电闪 一边还不忘多打亮了一眼 眼前这名内侍 从服饰上就能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年纪老大却不得志的内患 张纯之前应该没有见过他 对他没有半点的印象 当时赵旭刚刚提拔的一个新人 在宫中多年 却没有上进的机会 必定是积攒了多少年的怨气 猛然间被天子抬举了 这效忠之心定然是投到天子的身上 这样的人自然会盼着赵旭 能够早日亲政 解决掉不听话的宰相们 这样就能飞黄腾达 扬眉吐气 张纯都不用多想 就把赵旭和这名内侍的心思 看得一个通通透透 小孩子越发的成气候了 张纯都不禁轻轻的咋了一下嘴 这心术都不用人教 自己就领会到了 内侍大概是听到了一点声音 飞快地瞟了张纯一眼 然后又继续低头捶手 等着张纯的吩咐 张纯明白 他是等着自己的下文 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进大内还是不进 进去 为什么不进去 张纯更坐直了身子 脸上多了一点让人琢磨不透的笑意 有什么好怕的 难道赵旭有胆子在后宫里面 把宰相都杀了 这样坐 他的位置也别想坐稳了 早就虎视眈眈的宗室们 就要联络朝臣 将他给赶下台了 张纯突兀地问道 有人去外面通报了吗 内侍毕恭毕敬地答道 官家已经命人出去通知几位相公和执政了 张纯点了点头提声道 来人 几个走了过来 都是张纯带进中书门下的亲信 速去苏平章和韩相公府上 就说太后醒了 还有张书密雄参政 曾书密等几位 也都要指挥道 内侍的脸色 在听到张纯的吩咐时 瞬息间有了一点变化 却硬压着没有问出声 对张纯这种明显是针锋相对的做法 又是全当没听到 没看到 张纯瞥了他一眼 你应该还不知道 今日正式堂和书密院 一同签发了一道禁令 若无执手载职的守令 任何人在入夜后 不得望子出入皇城一步 违反者不问情由 一律所拿 待天明后谢送有私审问 敢于反抗者 杀之勿论 张纯与其淡然 其中却明显的带着浓浓的杀鸡 内侍顿时面色如土 不敢再有半分不逊 宰相要不给哪个内侍脸面 那还真是一点脸面都不会留下 尤其是张纯这种领过大军的宰相 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杀人都不会多眨一下眼 几名亲信连声应了 等张纯签下了守令 便一起匆匆离开 张纯也没有再多话 只吩咐了一句 稍待 待物更衣 便起身入内 有了他送出来的消息 想必苏宋和韩刚会知道怎么做了 这一夜 京师之中都不平静 开封府因为太后重病 加强了对街上的管制 加派了人手巡逻城中重要的道路 大多数朝臣们 晋之宗室和勋贵们都得到了养解 在韩家长子婚礼上公布的消息 多少人家都是彻夜灯火不息 不仅仅是因为太后苏醒的消息 更重要的是 宰相们对晋忠的控制 皇帝派出的天使都讨好宰相 却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现阶段谁强谁弱 当真是一目了然 还有许多消息灵通的人家 更是得到了苏宋夜访韩府的紧急通报 苏宋地位在韩刚之上 韩刚也更加需要苏宋的支持 但偏偏不是韩刚夜访苏府 反而是颠倒过来 这其中的深层意义 细稀思量实在是让人不寒而栗 更加明确地说 苏宋和韩刚商议的问题 远不如苏宋这番行动 更加意味深长 而更准确 也是更加私密的消息 只有在义政重臣乃至宰府之中流传 至少在张纯时隔一日 再一次走进太后的寝宫的时候 除了一旦得到通知的宰府 没有其他人得知 这一最为紧要的情报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职天下》第1183集 欢迎继续收听 《载职天下》第1184集 《载职天下》第11集